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個AB是這個角的角平線 角1等於角2 那這個角的話 是這個角的兩倍 那他現在證明說 AB減掉AC 會等於DC 好 那為什麼 我們先來證明 因為這個角比這個角大 那我現在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角 讓這個角的話 等於這個角 也就是說 我現在做一個什麼呢 這兩個角一樣 那我現在做一個角 使得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那這樣的話 這個角就是2系塔 這個角如果跟這個角一樣的話 那這也是系塔 那這個如果是系塔的話 這個就2系塔 那這2系塔的話 這兩個三角形就會全等 為什麼全等呢 角1等於角 角1等於角2 再來的話 一個什麼呢 一個共邊 再來呢 這個角跟是角一樣 所以是A1 A1 S 就全等了 那全等了以後 它對應邊相等了 這個角的對邊是這個 會等於這個角對邊這個 也就是說這兩個角 這兩個邊就一樣了 那因為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所以這等要三角形 所以跟這個邊也是一樣 就這一邊跟這邊一樣 那這一點我就用E好了 好那我現在來看 好那我現在來看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AB AB的話 減掉AC AB減掉AC 那因為這兩個三角形 是全等的 這兩個三角形全等 所以這一邊 跟這一邊是相等 對應邊相等 就是說 就是說 這個角的零邊跟這個 這個角的零邊一樣 這是同一邊 好 那這個等的話 這個是A1 減掉多少 因為AC等於A1 減掉A1 減掉A1 那 AB減A1 就等於BE 等於BE 那這三邊一樣 這邊跟這邊一樣 跟這邊一樣 跟這邊一樣 所以的話 BE就等於DC 等於DC 所以我就曉得 A1 減掉AC 等於DC 這樣就得正了 就這樣 按幾個 減掉 這邊